歡迎大家來到JB沿泉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電影就是 《死侍2》《Deadpool 2》 《死侍2》的劇情呢 基本上在講說 我們的薩諾斯 是一個時空旅人 然後要回去 殺死一個會影響到未來的小孩 那我們的死侍呢 因為某些原因 要去保護這個小孩 所以說這部電影的劇情就是 《Terminator》 《Logan》 然後還有《Looper》 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笑 真的非常好笑 所以我不認為它是一個很糟糕的電影 就是我認為它是一個OK的電影 但是你的期望越高 你的傷害就越重 所謂不期不帶不受傷害 所以說你這個期待了以後 你就受到傷害了 對 就是說它的劇情 其實 我覺得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邏輯 就是說 當然你說 你說搞笑電影本來 就不該有什麼邏輯 可是 因為它強調說 這個只是要用某些原因 去保護這個小孩 但是我無法感覺到 它這個原因 要去保護小孩的重要性 到底在哪裡 我真的感覺不出來 而且我也認為 以死侍的個性不該 不該會去做這件事情 再加上 其實這個劇情 這個故事非常短 基本上就是死侍去保護這個小孩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 所以你把所有的兩個小時嘛 對不對 你把所有的笑點全部抽掉 你會發現 其實 本身留下來的故事的本質 非常的虛弱 我覺得 這是我對這部電影最大的問題 對 畢竟這部電影就是 它的故事 的目的就是為了去 為了這些笑話而存在 那其實第一集也是這樣 第一集的故事 你說真的也很短 但故事 除了講 第一集的故事 除了講死侍 它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之外它就只是 就只是兩場fight scene 就這樣 所以基本上 跟聽相聲 聽相聲 對啊 你不如去聽相聲 看電影幹嘛 對不對 欸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說 第一集還沒什麼關係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 這樣子的大成本 超級英雄 雖然說第一集的成本不怎麼搞 那第一集算是一個 介紹給我們的 這樣子的一個 從漫畫裡面就很有人氣的角色 然後它搬到大雲木上 然後去發展 去發揮它的那個搞笑功力 打破第四道牆的功率 那到了第二集呢 它試圖想要推進死侍這個角色 讓它的角色經過一些成長 那你看了預告大概就知道吧 它去召集了一幫X-Force 那它在第一集的時候都是獨來獨往的 所以這電影的有一部分呢 就是說它如何放棄這種 這種獨行狼的身份 獨行俠的身份 獨行俠的身份 然後學著怎麼做 學會團結 對 所以這個預告 它的角色的成長 所以預告 它就說欸 This is a family film 類似這樣子的 但是我說實話 我真的感覺不到它的成長 而且它 一直強調一個這個 我不知道該不該講出來 反正它有一個故事一直強調的地方 然後 所以它從頭到尾都一直在強調這個東西 這個元素的重要性 然後一直到最後的大結局 也是一直在強調這個故事 這個東西的重要性 所以你就會讓人家覺得它有點在縮角 你知道嗎 對我覺得這部電影 就會跟你說 雖然我很好笑 可是這個真的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把它好好抄下來 這種感覺 那我就覺得說 不夠的 就是 通常全部都是表面上的東西這樣子 對 這部電影它的有一些片段 真的拍得很好 對 尤其是我們在電影院看到 我在預告片上面看到它從這個 直升機上面 那個叫什麼 跳傘跳下來的畫面 那一段我真的笑死 那段不只拍得好 配樂好 然後剪接也好 然後這個 又好笑 對那個 X-Force出戰的這一段是非常非常驚人 非常出乎意料 是 對 那 我不得不佩服Ryan Reynolds 他 很久很久以前 他就非常喜歡Depoo這個角色 是 所以你看得出來他光是演2004年的那個刀鋒戰士3 的時候 他就已經想要帶那個死士的那種嘴炮的個性 進到他的角色裡面了 那他 也是打拼了很久 可是當時就是一直 經過刀鋒戰士3 對 Green Lantern 綠燈俠 然後再經過這個X-Men Origin Wolf Ring Origin 對 嘴巴被瘋起來 嘴巴被瘋起來 會噴了一次光 啾啾啾的死士之後 他終於混到了 不是混到 終於爭取到了 今天能拍死士的電影 你要說爭取是真的沒錯 因為他就是 他應該還有自己掏自己的錢來支柱說 他拍死士之前第一集他 先試拍了一段短片嘛 拍這段短片去給電影公司的高層看 然後電影公司很滿意 再把它拍成一個完整電影 可是就算那樣 第一集的預算還是非常的少 然後中間還被砍了好幾百萬這樣 可是他就是因為對於這個角色 有非常大的熱愛 他很懂這個角色的 優秀的點在哪裡 所以他當這兩部電影的監製 所以才能夠做出 非常原汁原味 把漫畫搬到電影上 而且他也很堅持自己的想法 你看像第一集的導演 Tim Miller吧 所以我前面就說 他就是為了覺得跟Ryan Reynolds理念不合 然後Ryan Reynolds就把FIRE掉了 真的喔 所以第二集他們找來了 John Wick的動作指導 還有Tommy Blonde 對 我記得他的動作指導嗎 沒有沒有他 他有指導John Wick第一集 只是他沒有正式的把他名字列出來 然後 我不是說 我是說他是 我記得那個導演是 特技演員騎家的 對對然後也當過動作指導 對所以 話說回來我覺得 他的運鏡有一點怪怪的 就是他還是很focus在動作的部分 當然他動作場景拍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他其他部分在處理 這個一些劇情的部分 我們都覺得還有進步的攻擊 但這是我的感覺啦 純粹的感覺 然後我還要再講一個最後 最讓我介意的事情 就是這個他們的人物塑造 就是說其實死事就不用說了嘛 當然大部分都是死事的故事 但是第二主角 Josh Brolin Cable 你看到預告片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好帥好酷 然後一定有一些很強的能力 那他其實在裡面能力有夠費的 對 然後這 但有夠費我無所謂 只要是這個角色他非常有個性 非常的血肉分明 那我覺得都OK 但是 Josh Brolin 在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表現的機會 我覺得他這個角色 就是在一般喜劇裡面 那種straight man的角色 這就是我要講的 就是說 他除了 他應該是第二男主角 但是他現在變成說 除了straight man 除了他當他變成是喜劇 笑話的一個反彈 反彈的東西 而不是一個角色 所以你會覺得說 他這個角色的存在非常的平面 然後你很希望能看到他能 他有多一點的東西在裡面 他幾乎就是 除了跟死事打架之外 那就是死事在那邊嘴炮 在那邊胡鬧 然後他就在那邊 那樣子 就在那邊很不爽 那樣子 感不耐煩 所以對啊 我覺得他這個角色比較可惜 我之前聽Josh Brolin 他自己也說 是 他這個角色Cable跟Thanos比 他比較喜歡演Thanos 是 而且對 而且因為他剛演完Thanos 所以你不可避免的 就要去比較這兩部電影 Josh Brolin在裡面的角色的差距 然後一比之下 你就會一直覺得說 Thanos跟Cable這兩個角色 真的差很多 Thanos的角色塑造的確是 比Cable的角色塑造來的優秀很多 但是話又說回來 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那個什麼Zazie Beetz有沒有 對對對 Zazie Beetz演的角色叫Dominic Dom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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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達美樂 達美樂的角色 非常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這部電影除了 Rai Reynolds之外 真的Dominic是第二明星 而不是Cable 所有Dominic出現的畫面 我都覺得很精彩 對 他的超能力就是運氣好 所以他 就是會遇到很多那種 像是電影裡面 動作英雄會遇到的老哏 就是 比如說他摔到什麼地方 然後剛好旁邊有一把槍這樣子的哏 所以我認為這個角色的設計 非常非常成功 而且也是 我覺得也歸功於Zazie Beetz他的表現 嗯哼 我真的覺得他可能會是電影界的明日執行 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X-Force裡面也有一些還蠻有名的大明星 比如說有Terry Cruz 對 有Bill Skarsgård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需要保密的 還有某一位超級明星 對對對 那麼到時候看到電影就會知道了 但是話又說回來呢 這部電影的結尾畫面 真的是非常的棒 說那個 對 隱藏彩蛋 隱藏彩蛋真的非常棒 必須保密 我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說 這個 有人說這是 他看過最棒的片尾彩蛋 嗯哼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就非常期待 果然沒有讓我們失望 這個彩蛋真的 我覺得他的彩蛋比電影好看一百萬倍 真的 對 但是我不是說電影很難看 只是我覺得彩蛋真的太精彩了 不過你去看這個彩蛋你買票就值得了啦 對 所以整體來說 Bride你會給幾分 我覺得這部電影它的笑料 非常的多 非常的到位 可是我覺得我跟你一樣 有覺得這部電影的劇情 比較薄弱 比較空彈的問題 對 那 我還是被娛樂到了 那這部電影我給七分 七分 嗯 好 好 那跟我一樣 因為就是一樣的問題 好念氣吧 我覺得角色的速度真的太平面了 然後 呃 很多地方真的淪為縮教 嗯 讓人家覺得很可惜 但是他真的非常非常好笑 嗯 然後真的是一部非常OK的電影 嗯哼 可是我認為他應該可以更好這樣子 嗯 對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於史詩的評論 那 謝謝你的收看 好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